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国君全时进修国外民间硕博士班征选介绍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之前的影片当中有跟大家提到 我在服役的时间里利用公寓进修的方式 完成了我公立大学硕士的学历 很多网友都对军中的硕士学历取得 有很大的兴趣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军人 完成了自己的硕博士学历 士官学校也变成了专科学制 以后要直接攻读硕博士班也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就跟大家来介绍 国君人员就读硕博士班的最高级 国外民间硕博士班征选 大家要先搞清楚 全时跟公寓进修到底有什么分别 简单的来说 全时是利用白天的时间去进修 而公寓是利用夜间或假日的时间去进修 所以这个差别是相当的大 全时进修就是你整个人都不在营区了 开缺直接专心在学校完成你的学历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而且据我所知 国君人员里面还真的有一批人 是很认真的在准备全时进修的考试科目 希望总有一天可以成为全时进修的一员 那如果你对君职教师没有什么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参加国外民间硕博士班的征选 因为学成返国的人员 都是要到各军事院校担任君职教师的 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国外民间硕博士班征选对象是 自愿意现役军官并以中校阶以下优先 赴德国俄罗斯研究所硕士班原额 由语文中心外语初级班 德语主及俄语主 现阶中卫至中校再训学员优先征选 其实讲到这个征选对象这一部分 我真的是不太能认同 为什么士官不能去国外读硕博士班 我们的陆军专科学校 也是有外语科啊 有些士官的外语能力也是很不错啊 难道是因为返国后要去担任君职教师 要去教一些军官的专业课程 所以你们军官就拉不下脸吗 我就一直说你国军不会进步嘛 请问学术研究 拥有硕博士班的学历 具备一个专业的领域 到底跟官阶有什么屁关系 我只看到了人为操作下的不公平 国防部核定国外民间硕博士班征选的元额 每年人员不太一样 端看军事院校所需以及教师的离退状况来订定 通常硕博士班征选的元额合计不会超过20元 所以能出去国外念书的人员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在延长服役年限部分 只要你是全时进修人员 所增加的服役管制年限 会以你就读的时间两倍来计算 例如你博士去读了三年 就要增加服役管制年限六年 所以如果你不想多还国家的服役时间 就不要去读全时进修的朔博士班 可以去读公余进修的朔博士班 那就可以不用管制了 那如果你是要全时到国外读博士班的人员 近五年考基必须至少有一个假上函以上 这一点常常难倒很多人 因为很多的专业幕僚人员 不像带部队那么容易得到假上 不过如果你表现良好 成效也都不错的话 跟科促赏沟通一下 通常要拿到一个假上也是还蛮简单的 现在这个年代你拥有更高的学历 一定会展现一些优势 台湾的朔博士学历人口 已经超过了150万人 我也在十年前服役的时候 去完成了我的硕士学历 除了自我提升外 更是自我实现 如果你想要在资基分上增加一点分数 就读朔博士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现在的军队已经不是土巴路的时代 拥有更高的学历及专业 或许更能迎接未来的建军方向 以上是我针对国军全时进修国外民间 朔博士班征选介绍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